嗨,大家好,我是CST的YC 拍摄前男生必备的事情 OK,今天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剪头发 首先,通常婚纱店一般来说都会帮男生弄男生的造型 但是如果你的头发太乱的话 无论化妆师是怎么弄都会弄到不好看 所以通常拍照前的一个礼拜 最好是先剪一个美美的头发 好,接下来呢就是剃胡须 你不要小看那个胡须其实短短一点点 当我们拍特写的时候呢 那个胡须将会无限的放大 所以会特别的明显 所以记得男生拍摄前一定要剃胡须 而且是在前一天剃胡须 好,如果帅哥们 平常你们有戴隐形眼镜的话 建议拍摄当天可以戴隐形眼镜 但是如果你们戴不习惯的话 你们可以准备一个是没有镜片的眼镜 就好像这种 OK好,没有镜片的眼镜呢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365度旋转 镜片都不会反光 因为没有镜片 只是你会比较看不清楚而已 就是那么简单 好,接下来男生还需要准备的就是比较私人的物件 就比如 好,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白色的T恤或者是黑色的T恤 因为现在有很多种打扮都是比较Smart Casual的 所以你不用穿到衬衫的衣服 你就可以穿一个T恤 然后你再配一个外套 都已经是很好看的啦 OK,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So,我们下一次再见 Bye Bye 还有,大家记得like and follow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OK,Bye Bye Bye